因为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这个现状就是这样 安慰有什么用啊 安慰你要不接受 白安慰 你要接受了那也只是这样 你慢慢你就只能接受 你有什么可安慰的 都是成年人 对吗谁不知道谁啊 不必 这现状你必须接受 就这样 你着急吗 不着急慢慢来呗 相声的兴衰荣辱 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吗 他也不欠我的 我也不欠他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 我们真火了 清晰的感觉 05年的下半年 在田桥剧场演出 三天的演出 我们下午三点多钟到剧场 晚上七点半开演 三天的时间 接待了七十多件媒体 那个就开始怀疑 还不能确定 开始怀疑我们自己说 咱是不是要火呀 这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说 从04年到现在15年 德云车发展这么快 然后呢 因为所有的组织都变了它的复杂性 这任何组织都一样的 人的这些关系什么之类的 这种特别正常的补充 您是怎么应对这些事情呢 还说不应对 就是 对 已经制动 你就别想 这不是你想的事 而且你想了也没用 你既不是管理者 你又不是主导者 你又把控不了人的思想 那么你说 你让他不闹这矛盾 不可能 或者你让他这件事情不发生 不可能 那么发生了 你就调解不了 你何必跟着操理心呢 我觉得人最大的一个事 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事 你不要管别人 你就我这相声说的怎么样了 你把自己做好了就行了 对 因为您给人的感觉嘛 就是一切是说云淡风轻 水稻渠成 但人生是没有完全云淡风轻 水稻渠成的事 他外面都能带较劲的 这只是个选择 因为你承受不住 你的所谓的名望啊 声誉啊 突然的到来 给你的冲击很大 说具体点 就是那个时候想得多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要怎么样啊 我该怎么样啊 或者我应该怎么样 才能不被人说什么呀 才能保证我这个怎么样的 那时候想的多 其实想这些东西 是为了把自己营造的更好 后来想明白了 或者怕失去一些东西 对 这个名声的问题 我就怕他崩塌 我很怕他崩塌 所以造成我现在 就把我应该打造的人设 就是我自己 这个永远崩塌不了 就城市是最好的方式 对 对 这个永远崩塌不了 但是即使人生做任何事情 都会有 在城市都会有非常不舒服的时刻 但是就像 现在确实在社会上 有很多事情 你确实给你造成 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但是你要确实得容易 但是在部位 为你底线的时候 也就罢了 你可以做一些让步 你比如说 微博 你可以通过微博 感知无数的负能量 就说 这叫 咱们老北京说 就是什么人都有 所以这个什么想法也都有 他完全就按照他的意想 来形容你 然后他想出来你这样 他就开始骂你 就跟你真这样的 我就想关闭微博 但是呢 你又确实微博给你带来很多 在你专业上面的 你的想法 你的输出 你的各方面 包括你的宣传 什么的 这个咱们开车布公的 人家就要求你这个 造成你不好关 或者你就下狠心关了 关了呢 就这方面取舍问题 你衡量半天 得了 受点伤害 受点伤害了 别关了 就这样 人在这个社会上 无非就是你说说别人 让别人说说你 也对 更何况你在风口浪尖上 你在镜头前面 你在公众视野之内 那么你就更是 这所谓叫名利场试飞圈 对吧 你有名利场了 你必须要沾这试飞圈 对吧 实际上你站在这 你肯定有一半钱 是挨骂的钱 包括上次 咱俩吃羊蝎的时候 聊那个 你说其实你最想的 躲在圣山老林里面 自己呆着 人世间什么事 让你那么烦呢 要躲开 躲那去 让我特别烦的 也没有什么 只不过我追求的 可能是更纯粹 不是一个相对纯粹 这可能说的 有点过于的 太那什么了 太鸡汤了 一会儿再聊 我上厕所喝啤酒喝就换了 我觉得游戏精神是对很多事情的谋论 它前意识的反抗 是对很多不可解决之事物的 你说逃避也好 反抗也好 他们都挺的 西方是更愿意去强调内心的碰撞 我觉得中国式的反而是 要把自己内心藏在这些玩意儿里面 好像似乎在寄托 寄情于山水或寄情于不同的东西 寄情于小毛小狗 寄情于那个什么 结果我们也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但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 我们得咱们做这个名气 我觉得都是瞎说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名气 但这种探讨 进入这个中国式的语境 变得很可笑 因为大家别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你的讨论会变得很奇怪 但我觉得这种讨论会变得很重要 就是如果我们面对生活 不觉得很功利压抑 我们要创造一个游戏的世界 那我们在一个充满娱乐的世界里 为什么不去创造一个 去寻找意义的次元呢 它也是一种自由 它是另一种自由 其实人生当中没有这么多可聊的 说好 听得很开心 刚才我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说这个有点过分的鸡汤了 觉得就隔阂到了 对 就要说一些哥们的话 说一些朋友之间聊的话 哪怕就 我觉得在这个厂 你带点脏字啊 或者这都不算过分 但是你不是用这话就不能表达你的想法 对吗 你该表达你还表达 还是本真的东西 你要多露出来一点 你要说相对比较的来讲 我还是这个社会关系不太 那事 虽然可能我能够应付 但是我还是不太愿意 染到这里边去 对这个行业又是这样 特别复杂 人跟人之间都是 都复杂 对 您对人是怎么判断的呢 您看 有人通过语言 有的人通过他的行为 或者他的感受 你就是您对你来说判断一个人什么方式呢 我是这样 我往完全往好处了想别人 如果这个朋友是坑我的 我坑 我还坑的机会很多 他坑我一次还不行 他坑我两次 我就会远离他 但是我刚接触的这个朋友 我首先认定的是 他是我朋友 他一切都是为我好的 我可以说 我把所有人都当朋友 哪怕这是一个小偷 他只要不偷我 他就是我朋友 我有九肉朋友 我觉得九肉朋友特别重要 因为在你有压力的时候 去一帮人 能够陪你喝酒 能够聊天聊得很畅快 这个是你一个解压 是你一个得到快乐的一个重要源泉 相反的 能够给你人生启发 能够说一句话 让你受用半辈子 就这种朋友不会多 也相对我觉得不重要 因为我用不着他给我启发 我自个儿就启发了 对吧 而且他给我启发 魏建德能真的启发到我 我也 魏建德能够按照他说这改 对吧 就跟有人说 那个 于老师您跟郭德纲 你们会互相的沟通 互相的 他有什么 你说说他 你有什么他说说你 我说不会的 我们互相最多的是 融合和包容 你能不能包容他 他们能不能包容你 只要能包容了 你们俩就合作的很好 你说你这点不对 他要不听呢 你们俩 他要听呢 听与不听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对吧 都是成年人 我的思想就是这样 那么合作的基础也是 你靠说把他调教过来 或者他靠说把我调教过来 都不是什么好方法 而且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也不会长久 对吧 其实本质上人都是很难改的 对啊 都特别固执 江山一改 秉静难移 你刚才是九十朋友 怎么看待这些友谊呢 就什么样的友谊 让你觉得特别的珍贵 或者男人之间的友谊 我觉得能够敞开说话 不担心被误解 被判断 对 能包容的包容 不能包容的远离 或者有时候 这都不牵扯到两个人交朋友 对吧 毕竟你媳妇是你媳妇 我媳妇是我媳妇 对吧 你爱好瘦的 我喜欢胖的 这不是重要的 你对一个事情的理解 你可以干这事 你可以不干这事 你不会强迫我干这事 我也不会强迫你干这事